我常听父母说起二战后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救助日本儿童的事 我很高兴现在能有机会做出回报 我在基金会工作了16年 主要负责教育、儿童保护和水资源领域的协调工作 黎巴嫩有超过65万名叙利亚儿童辍学 情况真的非常严峻 每次去学校或学习中心 看到孩子们坐在课堂里接受教育 我就感到特别开心 我喜欢学校也喜欢学习 将来要当老师 我还将在黎巴嫩工作两年 还有许多事要完成 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帮助更多的孩子 我相信我们做的一切会得到大家的支持 我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工作 能够帮助尼日利亚东北部武力争端的受害者 我感到很光荣 我们帮助当地人恢复正常生活 增强社会凝聚力并守护社区安全 从而维护地区的稳定 我们聘用当地人 修复遭到破坏的社会基建 他们通过这些工作得到收入 生活能够重新走上正轨 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虽然有时也会目睹现实的无助 但正因为怎样 我们才能了解并满足他们最迫切的需求 也是 联合皇宾计划 谢谢大家